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們先來看一下網友投稿的內容 一位台灣歌手在舞台唱台語歌曲的時候 後面伴舞的舞蹈引起了K-pop粉絲們的關注 這件事情在韓國論壇是有在討論 但並沒有引起熱議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留言 真的是直接完全搬運了一段舞蹈克克 在別家歌手舞台正在前零幾重 這不算抄襲就是基本舞蹈動作吧 雖然是基本舞蹈動作但是連接的一模一樣啊 這超越抄襲了簡直就是瞞著歌手搞了一場K-pop表演 不過應該不是這位歌手的專屬伴舞吧 很像是將非常喜歡的舞蹈按照這首歌的節拍跳了一樣 所以這不是歌手的專用舞者 而是為了這次舞台特別準備的舞者吧 與其說是抄襲,感覺這個團隊很喜歡的set-up品 就算不能用抄襲來定罪 但是就這樣直接把舞蹈搬過來 確實不太好吧 看了好幾遍都覺得 第一個發現這個的網友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對於這個舞台的這個舞蹈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告訴大家一個很好笑的秘密 韓國農心的noguri拉麵 大家有吃過嗎? 韓國的noguri 這隻碗熊在笑 但出口海外的noguri 碗熊在哭 那出口海外的碗熊為什麼會哭呢? 對此韓國網友們表示 這是對外國人來說會辣到流淚的意思嗎? 是因為出國管道鄉愁而哭泣吧? 被賣到海外了所以在哭吧 可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對情侶正如交思期熱情的相愛者 女主舞蹟和男主Samuel的至二愛情 在七年後的今天也變得平淡無情 兩人爭處於無趴關係 武吉在三星酒店當前攤 值班時經常有外遇情侶前來登記 身為一個專業的吃瓜達人 武吉默默地把這些情侶的名字記在了小紅本上 丈夫Samuel畢業於名牌大學 順利就職於大型企業 然而在途中意外患了心理疾病 無奈從大起下線 轉而成為一名個人計程車司機 兩人的工作都是在晚上 因此彼此之間形成了現在的純愛關係 今天的Samuel似乎是心不在焉 有客人招手搭車他也裝作看不見 為了避開乘客 他把車子停在了陰暗的小巷中 然而沒過多久 一位客人發現了他的車 毫不客氣地上了車 客人說想去江源道 Samuel以太遠為由拒絕了他 客人說會給他50萬 Samuel馬上啟動了車 在去江源道的途中 客人又說中途要去競技道 到了競技道 客人又說等他一兩四十分鐘 Samuel剛要拒絕 客人又塞給他20萬 Samuel為了等客人 把禁止停車的標誌牌拿開 把車停在了原地 就這樣他在車裡睡了一覺 結果車被大雨淹沒了 第二天 保險公司說 他在禁止停車區域停了車 所以不能付保險 這次貪小事大了 武金本想給朋友 彩岩的女兒一筆零花錢 但他說 女兒靠炒股一個月能掙100萬 彩岩說這都是小事 開始透露了心事 他說 丈夫幸運很旺盛 以前都是每天自首做一次 就盼望著這點過的日子 但從一年前開始 鼓掌的次數就變少了 蔡英懷疑是不是搞外遇了 另一邊兩個男人正在撈客 Samuel的朋友 瓊蘇看起來有些煩惱 臉上滿是苦澀的表情 我女朋友好像出軌了 那是老婆 這是女朋友 於是兩個人來到了出軌現場 棒球場 在那裏果然遇見了女朋友 瓊蘇質問著女朋友 女朋友找了借口趕走了瓊蘇 在車裡 蔡英懷小心翼翼的開口 計程車被淹了 他想借2000萬元 瓊蘇卻說 朋友之間是不可以借錢的 回到家裏 吳京質問丈夫 為什麼一直不和自己啪啪 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這樣的怎麼可能有人 瓊蘇那種寬孕的人才會有呢 蔡英懷不小心把瓊蘇的外語說了出來 隔天瓊蘇跪在地上 求五金不要告訴自己的老婆 本來就是上門女婿 自己可不想近身出戶 五金堅持自己是個有原則的人 絕不會背叛自己的信念 一看貴不行 瓊蘇答應會給夫妻倆3000萬 五金放下了信念 瓊蘇覺得蔡英懷就是故意的 他留下了一句絕交後離開了 夫妻倆用敲詐來的錢 換了一輛全新的計程車 我還知道很多像瓊蘇一樣的人 我們以後不用再過現在的生活了 五金的小紅本正式解開 夫妻倆的計劃將會如何展開呢 韓劇Long Time No One 我們公主了 please 我可以 increases 除了 還 elev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